在香港长大,她在意大利受培育成为母幼会,即持幼女修会的修女。 先后她在意大利和德国攻读教育和神学。 多年来她任教在罗马母幼中座大学。 当然她在德国Munster大学,她在神学博士学位,当时她是专修新约圣经的。 她修女回到香港时,也在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和香港天主教圣经学院客座教授。 修女在梵帝哥罗马里任教廷修道生活部的顾问, 现任是梵帝刚教廷基督徒合一部的顾问。 修女能够用中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等去做主作。 中文书本大约大家都认识了,有《新约圣经入门》、《天主真妙》、《仁真妙》、《世界真妙》等等。 最近修女亦都用《以主言》、《与主言》这个系列,有至少七本书作用的作品。 这些书本在下面的活动中心将会出售。 现在我们邀请高下方修女为我们讲讲。 主持人 虽然我们刚才举行了感恩祭, 但是我们再一次呼求圣神的林哉, 愿祂光照我们今天的共聚, 愿祂开启我们的心灵, 令我们更好地聆听祂的圣言。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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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生命多次 甘得多一致 生命充满敬安 不在我旁我 仙神 仙神 由你之一 堅住都我的心 仙神 仙神 由你呼唤 埋契忘在我旁我 仙神 大家早上 昨天我们簡單地分享了幾個思想 題目是《一本書一股靈气》 而我们说这本書不仅是书這麼簡單 是天人交往、天人相遇的一個地方 一个地方 一个机遇 还有我们强调了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放在绝对的主角位 是我读圣经 我研究圣经 我去聆听 我我我 其实是我们将自己的心灵打开 让天主向我们说话 让天主启迪我们 让天主感化我们 还有我们读每一本书 其实都不是说 只是想拿一些informations 想知道一些东西 我们会被一些书的内容所触动 又或者自己的会议 透过一些文字 会意会出它的深层意义 不只是大概知道一点点 如果真的用心读书 我们就会 其实都 昨天我们所说的 有关读圣经的 所包罗的几个层面 读所有书都会有的 有知识的层面 有信念的层面 有会议的层面 有心灵相通的层面 你和作者是会有一个很深层的 的契情 你也会爱上 爱上 不是爱上作者 那么简单 爱上一些思想 爱上人生 爱上他所说的 爱上或者 这些字面的表达的方式 的美妙 因为文字其实是很美妙的 是一个 symbol 能够透过这些象征 图像文字 尤其是我们中文字 是图像 会传递一个深层的意义 所以这些昨天我们所强调的 知 信 情 意 知 和行 因为你如果真是被深深所触动 你会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你 去做一些事情 去改变一下自己 去实行一些事情 那生命就慢慢会被 你所看的书所改变 所以很多言人致视都说 看看你看什么书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又或者看你交什么朋友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现在喜好是什么 就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圣经也都有一些共同点 因为是书 天主愿意拣选这个工具 透过文字 透过书本 来和我们交谈 所以他都屈尊就碑 符合了所有人与书的关系 这个过程 人读书的过程 所以圣经不是自自然而然会产生一股力量 你都要读它 你要用功去读它 但是当你一开了门的时候 天主就会自己进来 这种相遇不只是依靠我们自己 而是一个共同的合作 天主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习惯 如果我们不动 他也不动 我们走一步 他会走十步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生命里都是 当我们完全懒惰不动 就这样得过且过 一天过一天就做一天和想考一天中 这样去生活 天主好像不会怎么介入 我们会或者都感受不到他的声音 或者他是我们心灵的触动 但是当我们一开始被他触动 或者向他表达出 我们愿意更深入地跟他交往这个意愿 那他就会来的了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将他交托给天主 但是我们都要努力行路 不只是靠他 但是每当我们出力的时候 他就来的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天主是跟我们合作 但是他愿意我们先走一步 先努力一下 好像爸爸对小朋友一样 当子女学行路 爸爸妈妈不会时时扶着他 让他自己撞下跌下 让他自己动下 让他自己摸出走路的窍门 不是只是爸爸时扶着他 爸爸妈妈时扶着他 他自己慢慢地移动 他自己会找出一条门路出来 也都懂得如何配合自己的动作 认识自己的身体 这些是不可以取代的 是要小朋友自己 自己悟出来的 这些就是我们大约昨天所说的 尤其是我们强调 读圣言是可以吸纳 从天主所发出来的那股灵气 因为近诸者赤 近墨者黑 近神者灵 你越接触得他多 越天主接触得多 你越会不知不觉地被他涂化 有他的灵气更超似他 灵气这个东西很难描写是什么 但是可以感受到的 你和一个人接触 可以感受到他身上 有一股气质 有一股高尚的气质 读圣言 真的使我们能够有天主的气息 与圣神相通 有圣神的虚气在我们身中 以及会制造一个气场 让其他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 都感受到这个气质 不知不觉的这些东西 今天我们就想说另外一个题目 我给了这个题目 一本书一个图书馆 就是比较实在一些的 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有连续五六个小时 我觉得可以将它完全用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圣经 它是一本书 但是其实又是一个图书馆 有七十三本书在里面 那今天可能会 大家都听得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要认识这么多本书 不过不怕 我们尝试一下 做一下这个脑部的运动 认识多一些这本书 首先圣经这个名词 我们英文叫做Bible 其他欧洲的语文 比如德文叫Bebel 或者其他欧洲语文都是这样 都是来自希腊文Bibelos这个字 希腊文Bibelos就是书的意思 其实很简单 Bibelos就是单数 是男性 怎么说呢 有男性女性 中性 希腊文 如果我将它变成中性 Biblion就是书仔 如果用英文 可以说Biblion就是书仔 Biblion就是书仔 小的书 Biblion就是Bibion的福数 就是书仔 所以我们一讲到Biblion 其实是一个单数 又是一个福数 同时 因为Biblion本身是一个福数 但是我们将它变成单数 变成一本书 所以其中我们一讲到Biblion 其实就隐藏着这个相与单的意义 我们用中文说一本书一个图书馆 但是Biblion一个字 就已经隐藏着单数与相数的含义 是一本书 但是也都是很多书 一本书因为是同一个天主所默契的 他所说的 他所介绍的是同一个天主 同一个天主的旨意 同一个天主的情怀 同一个天主的救恩计划 所以有一个一贯性 一以贯之 七十三本书 但是是一条一气苛成 一条路线 在里面不会是 有相反的思想 虽然都有一些张力 有些波朝起伏 有些波折 有些情节 但是是一本书 一气苛成的 一贯性的 天主与人交谈的结果 的结晶 但是它本身也都包含了很多书 七十三本书 所以相数与单数 同时存在 在一个字眼里面 是很清楚了 我们这本书 其实是很特别的 在世界上所有的书中 它是最多被抄写 被印 被抄写 初时 耶稣时代 中途时代 第一第二第三第三第四世纪 一直都未有印刷 如果你要用书本增多 你就要抄写 所以就很多 很多手抄本 我们现在都有一本圣经 但是怎样来的呢 这本圣经 就是要靠很多 之前最初的 大概十个世纪 全部都是这样抄下来 抄抄抄 越抄就越多 同时越抄就越多 错 漏 的机缘 有时你对下几本 手抄本 这里有个字不同 那里有个字不同 那谁才是对的 所以又要经过一番的 一番的探讨 然后我们才有 现在的这本圣经 它是整十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被抄写 我们讲新约 如果旧约就更长时间 也是被抄写得最多 有意义的书才会被抄写 没什么意义的东西 我们免得抄 它之所以这么多被抄 已经让人感觉到 它的独特的价值 被抄写 这里也都要很多谢 收到生活 因为很多时候 圣经的书卷 就是在修道院那里抄 那些修士 就远离世俗 就用时间来祈祷 来默想 同时也都做一些手工 劳作 耕作 耕种 或者一些小小的产品 自工自给 同时用很多时间来抄 抄圣经 就多谢他们 圣经可以这样一手手地被抄录下来 到后来印刷术发明了之后 大概十四十五世纪 就不需要抄就可以印了 圣经也是被印得最多的一本书 被读 尤其是在西方 基督宗教 最广阳的地方 圣经的内容 是让人浪浪上口 就是大家共有的知识 可以说得 很自自然的 影响着整个文化 很多 我们中文的 我们中国就很多成语 在西欧很多成语 都是由圣经那里来的 譬如若白的忍耐 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说了 或者阿当的苹果 这些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东西 不需要怎么解释 好像我们在中国说 好容量力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所以圣经的内容 是这么普遍 是影响着整个文化 是影响着 甚至思维方式 因为它被读得多 变成一个 大家都共有的 一个 知识的基础 可以说得 信仰的基础 亦都是被研究 被默想 被活出来 被教会视为信仰的根基 被世世代代的基督徒 奉为生活的准则 所以这本书真的不简单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有时我们会尝试想一下 里面有多少人的心血在 有多少代的传承 才来到我手中 一代一代的人 活出了这本书 认识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 走入了多少人的脑袋里面 走入了多少人的生命 曾经生化了多少人 不知不觉 我们会走入一个信仰的团体里面 虽然我自己在家 自己打开一本书自己读 但是我无形中 就插入了一个信仰团体 一个读经团体 而这个团体不是只是 与我同时的同代人 而是贯彻古今 有时用一些幻想力 想着我读这段圣经 很多年前 那些苦修士 在修院那里 也是这样 点着蠟燭 在那里读同样一段圣经 又或者 世界这么大 我今天在加拿大读经 譬如今天的福音 有关杀种的比喻 我在想着 香港同时也读着这段经文 我一般在罗马生活 那里也是读着同样的经文 无形中真的制造一个网络 这些微妙的东西 可能我们不会时时想到 事实上 但是是非常真实的 每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是将自己插入一个大团体 一个人类的大团体 在贯彻古今中外 不知不觉 我们会感受到 自己身为 在众多的见证者之中 众多人围绕着 我读的巨鱼是很多年前 一路一路被人读的 首先是出自天主的口 出自耶稣的口 自从他出来之后 一路不断地被中毒 这种因素不是每本书都有 圣经在这方面是很特别 还有圣经时时时都是一本 Bestseller 被翻译成 有一个 Bible Society 基督教 他的总部在伦敦 他也有一个网页 就是他们专门收集了所有圣经的翻译 按照今日的统计 圣经已经被翻译成 大约2900多种文字 不是全部 有些文字只是局部 有些比如非洲 小民族的语言 没有全部圣经 但起码有福音 如果我们笼统地计算 圣经已经被翻译成 二千几百种 差不多三千种文字 大概全世界的文字 有七千几 差不多有一半的语文 都已经将圣经翻译了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特别的 没有一本书能够与它相比的 任你们说什么书中文的也好 外文的也好 你说 Shakespeare也好 你说现代小说 我不知道现代小说最通行的是什么 Harry Potter 但已经过了气了 当我们说这本书被翻译成 一百多种文字 我们觉得很厉害 但我们的圣经 怎样指一百 二千多 还有很多文字 有几种翻译 比如你说想看英文圣经 我可以介绍 起码十种给你 King James Translation 然后有 American Bible 甚至是英文 就已经有十几个译本 意大利文 法文 德文 每个文字都拥有 好几本的翻译 所以这本书 就算我不看它是天主的说话 就是看着这本书 所以我们已经觉得是无与伦比的 亦都是最多被印 被翻译 被走到书店那里 时时都有很多 宫教的书店 很多本圣经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要选哪一本 只是看看外表 其实就是 很普遍 全流德 不单止本书被翻译 还被演绎成 人类各种沟通的形式 诗歌 音乐 有几多歌 是以圣经为内容的 音乐 艺术 艺术 图画 挑戳 舞蹈 电影 戏剧 随便你拿一类型 你都会想出 某些内容 某些表演 是以圣经为内容的 我只是好奇地将 几套 以圣经为题材的 一些近代的电影 如果我继续下去 会填满两三页 近代的有关圣经的电影 只是讲耶稣 起码有十几套 在最近这个世纪出版的 还有其他的 有关其他的圣经人物 有些还是很新的 比如 Exodos Noah 这些是很新的 不断有新的 以圣经为内容的电影 会出来 又舞蹈 歌词 有哪一本书 世界上有哪一本书 是拥有这么广大的 场面去发挥 真的没有 就算我们看看 其他宗教的书籍 可兰经 他们不会很随意地翻译 因为天主他们的阿拉 是以阿拉伯文 跟他们讲话的 他们都将可兰经 译成不同文字 但是最标准 最原始的 始终是阿拉伯文 所以他们都不是很随便 翻译他们的书 佛经 我们不见得太多翻译 佛经其实各种类很多 他们都不是很在意 将它讲传 将它用很多文字来翻译 又或者将它搬上舞台 释迦牟尼的生平 我不认识有某个电影 也有 但是不是这么广泛 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 总之 如果我们小想一下 我们就觉得 这本书真的有它的独特处 有它的无以伦比 一个特征 好了 这个开场白 让我们特别注重这本书 因为它是很特别的 现在想打开这本书 圣经可以被视为一个图书馆 一个有两个书柜的图书馆 一面有四十六本书 一面有二十七本书 它的分界就是旧约和新约 旧约和新约的分界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天主向以色列民 所说的说话 和和这个民族的交往 新约就是由耶稣基督开始 将所有的书寄在一起 就真的是一个图书馆 七十三本书 我在这里做了少许功夫 很简单地介绍这个图书馆 圣经被分为旧约和新约 旧约四十六本书 新约二十七本书 旧约的书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类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目录 就已经就会看到 我们天主教一般 就将旧约按照它的文学体裁 来分类 文学体裁 我们普通的文学 都已经有不同的体裁 有诗歌 有序事文 narratives 讲故事 有些书情文章 有些法律性的文章 总之文学类型是很不同的 在圣经里面 如果我们按照文学类型的分类 我们都可以把它分为几类 梅室五书 法律书 主要是 天主说出 他要他的子民 生活的原则 要如何生活 然后历史书 记载历史的 也有些所谓智慧书 智慧文学 就是人生经验 人生经验的结晶 成为智慧 还有先知书 起码我们有四大类 智慧书 也有人将它再分类 还有一类就是诗歌 圣明 雅歌 不过 如果我们按照诗高圣经 就将智慧书和诗歌 聚合迷 一大类型 新约也有不同的分类 新约有四福音 四本福音是记载耶稣的生平 有中途大事録 中途大事録是记载 初期教会的生活 还有一大系列的保禄书信 保禄写了十三封书信 接着有所谓公咸 七封书信 为什么叫公咸呢 就是百多禄前后书 若望一二三书 尤大书 雅各百书 这些书信 就以他的作者为名 而不是 好像保禄的书信 保禄至加拉达人书 保禄至哥罗心人书 保禄至加拉达人前书后书 就是以团体为名 保禄是写给这个团体的 而这些公咸呢 就是以作者为主 他的目标呢 是广泛的教会 不是一个团体 所以叫做公咸 就是公开的 不是只是一个团体 虽然保禄的书信 他写给某一个团体 但他的用意 都不是只是给这个团体 不过他在执笔的时候 他是想着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情况 下一个周末 我们就会讲 《教林多人传后书》 因为这个是圣经组 给我的功课 他们叫我这样讲 我们就会有多些时间 去反省保禄的书信 保禄的书信 他写书的时候 他时时在脑海中 有一个团体 虽然内容是大家都 为大家都有用 相反这些公咸 就不是给一个团体 是伯多禄 他写他的一封书信 若望 所以就叫做公咸 七封公咸 还有一本书 就很独特的 叫做《默示录》 他的体材 是很独特 也是一本我们比较难明的书 因为 这种体材不是那么普遍 后来我们会讲一些有关这本独特的书 他的文体 文学类型就是这么多了 就是将旧药和新药 我们一般是这样分开它 《梅新五书》 大家都知道 在《梅新五书》 或者不用说出来 心中默想 在《梅新五书》 或者一起说出来 第一本是 《梅新五书》 等它慢慢出来 《创世纪》 《出谷纪》 《勒美纪》 《户籍纪》 和《生命纪》 后来我们会介绍一点 现在只是列它出来 历史书 比如什么书呢 中文有时候比较脱 因为 《列王记》是其中一本 《列王记》上下 第一本是 《药苏厄说》 《文长记》 《沙姆尔记》 《列王记》 然后《编年记》 《厄斯德拉·Extra Nimi》 这两本书 中文就用音译 就变了有点难读 《马加伯》上下 还有几本书 我用不同颜色写的 都是属于历史书 《劳德传》 《多比亚传》 《有蒂德传》 《艾斯德尔传》 就是Ruth Tobias Judith 和Ester 这四本书是一个人物传记 相反 其他的书是讲 以色列文的历史 圣经也都一样 其实天主降生成人 昨天我们讲过 他就采用人的模式来表达自己 也都用人的言语 也都用人的文学类型 是很相似的 可以相比较的 后来我们会简单点 每一类型 讲一些 智慧书是哪些呢 如果我们将智慧书和诗歌加在一起 就有七本书 《圣命集》和《雅歌》是诗歌来的 接着有《药百传》 《训道篇》 《针言》 《智慧篇》 《得训篇》 为什么这些书被称为智慧书呢 后来我们讲一讲 先知书又有一大系列 一般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 出现一些特别的人物 他们以天主的名 向以色列民族讲话 他们的说话多数都是比较严厉的 就是因为他们要大力地唤醒人生 高呼 赈鼻高呼 就是先知出现得最多的时期 就是当以色列民的情绪低落 远离天主 或者比较冷淡的时候 好像我们都说 动荡时代出英雄 太平盛世就没有那么多英雄 也没有那么多人出来暴动 赈鼻高呼 不需要 因为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平静 所以先知的出现 是一些最critical 最困难的时期 他们的说话多数都是很大力的 有时先知甚至警醒人 如果你们不悔改 天主的惩罚就快要到了 先知的语言是很震撼人心的 但是他们也会有很温柔的说话 天主的说话 多数先知书都是 头半部是很强烈的 后半部就是 天主就说 如果你们归衣 我就会好像一个母亲对婴客一样 譬如以撒以下先知诗 有些很漂亮的语言 我将你们放在我的手心里面 我保护你们 好像眼中的童人 或者我将你的名字 写在我的掌上 一个母亲 可以忘记自己的子女 但是我不会忘记你 有些很动人心愿的说话 也都由先知的口中出来 不过多数都是 好像一个爸爸妈妈 对自己的子女 当她还皮的时候 当然要骂一下她 骂一下她 你不敢这样做呢 我就要罚你 就要这样这样 那就警醒一下她 但是后来都摸一下她 好吧乖仔乖女 始终爸爸妈妈都不会放弃你的 那些先知书就是这样 有些在以色列民中 出现了很多这些 天主所揀选的代言人 有些先知 他们只是说了说话 但是没有留下书本 比如厄里亚 厄里手 是很出名的民众先知 做过很多事 都行过一些奇迹 但是他们没有留下一些书本 有些先知就留下一些书卷 其中我们有四位大先知 就是以撒尔、耶勒米、厄浙克尔、达尼尔 他们四位都留下一些书本 还有十二位小先知 四加十二就是十六 还有两本书 就是归纳在耶勒米亚先知 那里的巴勒克书 巴勒克是耶勒米亚的秘书 所以他的书本是跟着耶勒米亚的 还有一本书叫做《哀歌》 《哀歌》其实是一些诗篇来的 可以将它放在《哀歌》下边 《哀歌》的内容就是歌唱爱的美妙 后来我们会介绍一些 在一些很一对青年人 男与女他们相爱的时候 爱情是使人情绪高涨 很容易高歌 《哀歌》就是一年几篇 就是男女之间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情的 程度浓是便是诗 当个情怀就是浓高涨 就会以诗歌来表达 《哀歌》也是最容易令人有诗情画意的 就是爱喜乐和憂愁 不是痛苦 当你最痛苦的时候 你的心情情绪也会很激昂 很高涨 痛苦也会使人成诗 《哀歌》就是一连串的诗歌 描写耶路撒冷的灭亡 耶路撒冷好像一个被人抛弃的妇女 满目仓宜 被天主所遗弃 因为天主的子民远离了他 这本书被视为耶路撒冷所作 但是其实不是他作的 今天我们的《言经》很多时候会将《哀歌》 进行诗歌的行列 不过这个我们慢慢都会多讲一点 现在只是做一个分类 《梅室》五本书 《历史书》有几本书是分上下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本书 接着《智慧书》和《诗歌》七本书 《仙知书》十八本书 一共是四十六本书 再看《新约》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四本福音》 《中途大事录》 《四本福音》 《罗马书》 《格林多人前书》 《后书》 《佳麗达书》 《德萨罗尼人前书》 《斐里白书》 《斐勒孟书》 还有几本我是用红色来写的 就是按照今代识经学者的研究 这几本书很可能不是保禄自己亲自执笔 是他的思想 但是很可能是他的弟子 不过这个后来我们讲保禄的时候 会提一提 这些是属于学术上的批判 《公衡》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还有一本书是《希伯来书》 它是零零丁丁的 以前我们就将希伯来书 归纳在保禄的书信那里 但是仔细地去研究 觉得他不应该是保禄的 他首先没有说保禄 不过这个后来我们都会看一看 接着《七封公衡》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尤达书》 《雅各百书》 《百多六》 《前后书》 《药莽一二三书》 最后还有一本《默示录》 《新约》就是一共二十七本书 大概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然后就在目录都会看到这种分类 如果我们按时间去分类 又是另一个图片 这是按文学体裁的分类 整本《圣经》 我们刚才说是一本书 亦都是一个图书馆 一个图书馆变成一本书 Bible 是单数亦都是幅数 是不同的书本 这本书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经典 每个文化都有它的经典书 一些classics 我们中国人有四书五经 就是我们的经典 何谓经典 中国人称圣言楼下的字为精华 为经典 有如宇宙的经位 人体的经脈 世事的经常之理 做人处世的原则经论 这些就成为中国人文化的基因 经典 经典这个字都很意义很深长 经就好像经位 是一些常规 好像地球的经位 人生的经乐 就是制造 使我们能够有生气 人体的运转 典就是典型的 是一个模范 所以我们将圣经 译做圣经 译做经典 圣经其实都译得很好 因为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典 同时他是天主给我们的 所以是神圣的 圣经 是一个挺好的翻译 看一看每一类 简单 这样看一看 你们的忍耐性 还能够伸展到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要做一个休息 好 好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上下 对 感谢观看